反克纲争议持续进行 下午有13名学生闯进国教署静坐抗议 在国教署派员出面与学生进行沟通后 活动和平落幕 但学生不满国教署的回应 扬言不排除再升级抗议 近50名反克纲团体学生 下午前往教育部国教署前抗议 要求撤回课纲 其中有13名学生闯进铁门内就地静坐 要求国教署官员出面沟通 铁门也因为推挤而发生变形 我们花了非常久的时间 准备教育部举办的座谈会 但是教育部却在座谈会的前一天 晚上八九点的时候 临时决定取消 我们今天站在这里 我们冲撞警察 我们让铁门变形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 学生我们到底要怎么挽救回 我们已经变形了教育 今天是教育变形了 那明天呢 会不会是台湾的未来 在警方协调下 胡教署副组长韩春树出面 将冲入署内的13名学生 带出来进行沟通 正规新旧课堂有比较普通的地方 我们会来请老师在课堂上 跟学生好好地沟通 学生他们就坐在电梯以外的回廊 就坐在那个地方 那学生也非常理性 那我们警方有什么样吗 我们警方只有在旁边做介護而已 如果我们今天不站出来的话 我们受到的土毒是更长远的 我们今天不站出来 明天我们就站不出来 抗议学生在喊完口号后陆续离去 他们表示国教署虽然出面回应 但应说法与之前相同 扬言不排除再升级抗议 新海电视卢天长神思奇 台湾台北采访报道